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马大医院的脑神经科医生 在20年前立百病毒发生的时候 我是那个时候的神经科的主任 1998年立百病毒就发生在医保 卫生部也认为是日本脑炎 到了1999年的2月 在马大医院就开始有好多个 从Mukiplandu立百姓村来的病人 而且这些病人也是猪龙 他们一来很多过几天就去世了 累积起来我们一共有百多个同样的病人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那些村民那种的痛苦 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整个生活的经济也受到影响 过了两三星期之后 我们就有一些概念 这个病毒是相当危险的 我们就要求来做多一些的预防的工作了 这个病后来被证明它很容易人传人 一百病毒它是高危险度的微菌 它是影响人的身体各部分 尤其是肺跟脑 那个病它是从蝙蝠传给其他动物 动物传给人 所以能够争端知道什么病毒 也能够谈到治疗了 也能够预防 恐惧感来自无知 不知道 不能够预测不能够控制 那么社会上是有很多谣言的 不一定是恶意的 有些人是无知当中 就喜欢传话 所以我想大家要有一些基本的那种智慧 不要随便相信谣言 相信庄稼奖的话 就知道了